真是当得知自己做了妈妈怀孕的时候 想没想过孩子跟欧运会之间的这个 是一对矛盾体吧 在那一瞬间可能是个矛盾体 想没想过 我们不是说要不要这孩子问题 是要不要欧运会的问题 我觉得也是命运吧 但是我觉得经历了这么多 还是结果 不管任何事情的结果 是能参加还是不能参加 打出什么样的成绩 我觉得这些都不重要 重要的就是享受当下 过好每一天 这肯定是一个当妈妈以后的 一个运动员的心理状态的转变 但是在那瞬间也挺难的 因为你从事的不是一个 普通的一个工作 你是要天天与枪械 要与那样的竞争环境的 那怎么能够 实际上你是带着孩子 完成了整个的备战 获得奥运的资格 进而来到伦敦的 几乎这个过程全是跟孩子相伴的 尤其最初 你刚当妈妈的时候 你真愿意站在那 当然这次马来西亚 也有一个女子秀乡 她不能参加三次比赛了 因为可能已经是下个月就临场了 对 她可能更加极端一些 一个妈妈真的愿意 带着孩子 真是肚子里怀着孩子 再去训练和比赛吗 这其实在我们看来 是一个挑战性是很大的 我觉得还好 因为她非常配合我 就是我怀孕期间 基本上每天早上训练 她那会儿就会很乖 而且我做动作的时候 她都很配合我 所以我应该更加努力 真的是能感知自己在激发的时候 在训练的时候 她从来不倒了 什么时候倒了 不训练了 不训练了以后 她很好动的 其实她很好 我怀她那会儿 她比较好动的一个孩子 基本上不停 但是在我训练的时候 我在靶场的时候 举枪的时候 她从来都不会动 那小姑娘太可爱 我看 长得像你吗 我估计那会儿 像爸爸多一点 这种挺活泼的劲 像你吗 你是不是属于那种 特沉稳的人呢 也还好吧 比赛前一天 孩子照片发过来了 这是孩子爸爸给发的 对 说带她去游泳了 然后给我发了照片 特管用吧 这在比赛前一天说的这个 但是 是 但是她可能第一次去 外面游泳馆 这不是咱设计中间游泳馆是吗 不是 因为那种 她小朋友的话 不需要小池子 大池子的话 压力也大 不需要压力也大 然后她可能还有点 不太熟悉那个环境 你看表情一直很严肃 我看 没有一张笑道 有点紧张 对 我就感觉是 她外面说不笑 就是不笑 都很好奇 你看她在抓这些 环境也陌生 嗯 嗯 嗯